见过抢课 没有见过像我这样抢早自习的 终于下课了 这一周的课也终于结束了 这个周上的有一点力 主要是因为我晚上老是睡不好 特别是有早自习的时候 晚上都要醒来好几次 这睡眠不好就极其影响 心情影响精神状态 这不今天又早自习 我昨天晚上想着早一点睡一晚 果然早睡早起 不过起得有一天早 我十点的时候就醒来了 我想那时候应该是凌晨 应该有两三点了吧 我一看表晚上十点 我就睡了两个小时 接下来可把我哭闹坏了 翻来覆去怎么睡都睡不着 熬到大概有两点多 然后才睡着 两天到五点多 就应该到五点多 就又该起来了嘛 起来上早自习 然后我在这期间 又醒了两三次 总觉得闹钟会坏啦 闹钟不响啦 怎么怎么知道了 反正就是 睡眠状态一直不好 因为睡眠状态不好 所以说也会影响心情 我在上早自习的时候 一开始上早自习 然后就在班里面 讲了一点内容嘛 然后等了下早自习的时候 我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要老师告诉我 今天不是我的早自习 但是 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当他告诉我 不是我的早自习的时候 我还不相信 然后我就去特意查了一下 确实不是我的早自习 然后其他老师来上早自习了 看我在班里面讲的内容呢 他就在办公室里面 做了一节课 真的是见过抢课的 没有见过像我这样 去抢早自习去上课的 我也真是服了我自己的 最近确实精神状态不太好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见过 谢谢观看